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好 少妙妙妙的大师 在11月份的更新里面 多了这个图件的装备 多了4件图件装备 究竟这4件图件装备 它的性能究竟是如何 到底好不好用 相信很多人都有问题 那这一集就是来带你了解一下 这4件装备究竟能不能派上用场呢 非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好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纳尔逊的旗宇 纳尔逊的旗宇呢 它就是加炮击跟命中 其实跟我们白蛋加上属性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多了5命中 那少了5炮击这样 它的被动呢就是战斗前6秒 会帮这个前排承受24%的伤害 其实也就是保前排的一个作用 其实还不错 比如说你要打一些精英怪的时候 还蛮好用的 那你要练一些低等前排的时候 也可以起到不错的一个保护作用 所以这个道具呢 一般来说都是用在推图上面 不过有个好处的地方是 像是我们的大帝 大帝有一个技能弹幕 只要受到伤害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出这个弹幕 除了大帝以外 还有一个图佐 它们只要前排有受伤的话 它就会发射这个弹幕 其实在整体的推图效率都不错 因为你开场就可以发射这个弹幕 所以这个5技呢 当然是你在道中使用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 这个白鹰精英水冷管的装备呢 其实主要就是加耐久 跟我们珍珠眼泪一样是加耐久 不过多补了这个20防空 那它的被动呢 就是只有白鹰角色的装备的时候才有效 那受到致命打击的时候 会有8秒的更新 那8秒后直接死亡 所以它只能撑8秒就对了 那这边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一般我们在推图 比如说要让海妈多生存8秒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开出debuff 这个一般在推高级海域 或是打ES的时候还蛮会用到的 简单来说就是打王的一个生存装备 那另外如果你想说让珠诺去打演习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 不过这边有一个前提是 这个装备的优先度是大于技能 也就是说它会先发动更新 8秒后它才会发动珠诺的技能 或是珍珠眼泪 所以这个白鲸鲸存管的这个装备 优先度是最高的 后面才会发动技能 还有装备的一个被动 所以这边你要特别小心 看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在 我们的这个演习场上 好接下来另外两个装备呢 就是演习用的装备 也就是演习才会发动的装备 一个是华盛顿条约 一个是开拓者奖章 华盛顿条约呢 它就是加回避跟命中 其实属性跟我们的SG雷达是差不多的 那它这边的被动呢 就是旗舰角色装备的时候 会降低双方伤害的15% 那开拓者呢就是加航空跟耐久 它特效呢就是当旗舰装备的时候 提高双方航母的伤害 那降低战列的伤害 好这两边都会有一个增伤或减伤的动作 那这边很特殊的是 这个演习特效呢 只有你旗舰角色装备才会发动 你的前排你的了件装都不会有用 所以你要看好你的旗舰是谁 要带什么样的装备 通常这个命中违逼都会给战舰 那这个航空肯定是给航母做旗舰使用的 再来呢这两个装备呢 你只能装备其中一种 你不可能同时不可能装备两种 所以你只好选一个来装 再来敌我双方装备同一种的时候 效果不会叠夹 如果假设两边都装华盛顿条约的话 不可能说15%15%会叠起来减伤30% 是不会的它只会发动一个效果 当然你也可能会发生说 我装华盛顿那对方装这个开拓者 那这边两边可能就会同时发动这样的一个特效 好究竟这两件增减伤的装备在演习上 到底有没有发挥的地步呢 接下来我来分析给你看 首先在演习场上都会有一个减伤的一个buff 好这边前排的角色基本上都会有一定的减伤 那敌方的后排是没有任何减伤的buff 那我方进攻方是全部前排后排都会在额外在减伤20% 那这个减伤不是用加的 不是说我25加20等于减伤40% 他这个减伤呢是用乘的 所以一开始我减了25% 那我再乘我减20%的一个进攻方的一个减伤 所以实际乘出来是40% 所以不是25再加20等于45是用乘的 这样应该有了解了吧 那这边伤害的buff就是跟一般推出不太一样了 会稍微抑制一下你的输出 因为两边的输出减伤都是一样的 那只有在这个乘伤的部分呢 进攻方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减伤的buff 进攻方有利就是这样 那今天如果我们使用了华盛顿条约 实际上我们减了15% 那乘出来我们只有减伤32 我们不是20加15等于35 是只有32 所以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减了13% 那对方呢 对方就是直接多了15%减伤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是进攻方的话 我们使用华盛顿条约 等于说我们帮对方多增加了15%减伤 而我们只能收到13%的减伤 所以很笨的是 进攻方通常不会使用华盛顿条约去做减伤的动作 因为我们减伤的幅度 还没有防守方来得多 好我们进攻方就是要求快 就是全输出 把对方打爆就对了 不用管防守 好那现在回到我们这个主轴 现在主流的Meta Meta就是现在大家多会使用的一个进攻队 或是防守队 大概就是这样演变而来 什么天龙门 军燕天天地门 到后面下来有什么雷暴天性门之类的 这样一路演变过来 都大概八九不离十 都是这些角色在演习场里面混 尤其是诸诺 那为什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 像是长门 长门它作为旗舰的话 重音的航母就会提高20%的一个伤害 那我们使用这个开拓者 它顶多就是加10%增伤 所以这10%增伤 我还不如使用这个长门增伤20%来得好 那假设说你想要用这个企业加三航母的情态 还不如用一个长门来得有用 所以基本上这个航母 三航母目前来说 使用这个开拓者的效益还不如长门 就是了 另外一个 基本上像是天城 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减伤 保后排的一个战舰 它只要存活 基本上会降低对方的一个输出 还有提高后排的生存 它就等于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减伤道具 所以我们进攻方一开始说不会用这个 那等于说你有天城的情况 相当于你就已经自带了一个华士顿条约 好所以提到这边呢 所以进攻方根本不用去管现在新增的装备是什么 你之前怎么样打的一个进攻队 就用怎么样的装备去打 而且是主要以输出为主的一个装备去打 那这边会改变的大概就只有防御队的装备 主要的毒瘤还是属于这种防御体系的 你带朱诺或是带什么的 像我们之前也讲到这个防御队 你带这个华士顿条约两边都有减伤 那你会更难死 那朱诺这边也会有一个8秒的无敌 只不过你要想哦 这8秒无敌后它才会补血 所以朱诺死得早死得晚 其实也是需要看一下死的时机 基本上如果你带了一个减伤的话 那朱诺就可以不用带这8秒无敌 那如果你不带这个减伤的话 那朱诺可能前排要成伤的机会比较大 你可能要带这个8秒无敌 让它不要被秒掉 所以这两个装备 基本上你大概可以选二选一啦 如果两个都带 其实朱诺会死得很晚 可能你后排已经少一只 或是前排已经都挂光了 朱诺还没有死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朱诺在挑选这个8秒无敌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剩下的这个珍珠眼泪基本上也都会带 那剩下我前面有讲过 像是这个朱诺迅的区域 会帮前排成伤的 血千万不要带 因为后排就是要生存的久一点 还特地去帮前排成伤 前排就只是为了当坛而已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输出 所以不要为了这个前排减伤 去用后排的血去换前排的血 这样其实不是这么划算 所以朱诺迅基本上不会用 所以你就是在防守队上面 你要选这个华盛顿 或是选这个8秒无敌 这两个二选一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招待 以上是这一期 对于新图鉴这些性能 还有它的应用的一个介绍 基本上进攻方 其实Meta跟装备的变化其实不大 主要是在于防守方的装备变化 只是变得更多台前 那我分享这一个 这个不是说让你去当毒瘤去怎么样 直播就是让你知道 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这么谈 那至于其他的你要不要用 那就是看个人发挥 那在推图的地方 其实也做了蛮多的应用 还有有保这个海妈不死的 这个在未来高南海域可能会用得到 还有那个成牌成伤的一个被动装备 也是蛮不错用的 在练角色的时候 在打精英怪的时候都还蛮不错的 以上是分享让你知道 新装备的一个应用 那我是草莓妞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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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